近日,上海 据上游新闻报道 一年24岁女孩花21万元整形出院当天跳河自杀 事情过去近一年 小李的母亲李女士无法走出女儿去世的阴影 2023年3月 小李经人介绍来到上海首尔利格医疗美容医院进行整形手术 朱元通知单显示 美容医院初步诊断小李为双臥肌型 算头笔手术各类费用共计21万元 手术记录记载 全身麻醉手术时间近6个小时 共进行了5项整形手术 初前两日,小李称有鼻腔堵塞的情况外 其余记录均显示无明显不适 2023年4月1日 医院工作人员要求小李出院 小李称自己走不了路,不太舒服 工作人员则回复 今天要出院,你的指标符合出院的标准 李女士表示 女儿独自出院后情绪就很低落 并表示她的脸走路都在咯咯响 到晚上时发了一条永别的留言后 跳河死亡 公安机关出具 居民死亡确认书显示 主要死亡原因为溺水 李女士提供的小李术前,术后照片显示 手术后小李面部浮肿 与术前照片判若两人 涉事医院工作人员回应称 小李自杀事件与该院没有任何的直接关系和因果关系